结婚以后感情好吗 感情非常好 非常好 你们俩就不脸红 或者是不吵架吗 反正有时候也吵 很少吵 你们会为什么吵呢 你们这么大的事都不吵 你们能为什么吵呢 有时候他出去就是 老子不招架 打电话也不爱接 老时候有时候 孩子生孩子和什么方面 他都不能照顾我 也不能管我 所以有时候会发点脾气我 听说你们生孩子 还有个小插曲什么的 对 我晚上不是感觉肚子痛 他说不让你吃番茄 你非得吃番茄 好了 吃完番茄你肚子痛 怎么给我吵 然后他妈妈醒了 他妈妈不跟我们一起住吗 他妈妈说 是不是该生的 赶快上医院 然后到医院 有一个 也有一个生孩子的 他问人家生几天的 人家生八天八夜 能生八天八夜 这生几天 我要回家 睡觉 然后 哎呀 你脾气很大呀你啊 不是 我想啊 我说 他生孩子了 我在这儿做什么 安慰他呀 我安慰不了 给他呀 我一看 八天 我不知道安慰到什么时候 我就想 回去先休息我 然后再 你是被宠坏了 对 该打 你真是被宠坏了 这年头 老婆生孩子 有哪个男人 不陪着的 产检一趟一趟去 你还挺大老爷们的 过来我去了 我睡醒一觉 我去了 我一看 我说孩子呢 回家再看去 那大夫吵我 那会已经生了 那时候生了 闺女还是小子 女儿 一女儿 对 漂亮吗 漂亮 非常漂亮 现在多大了已经 24岁了 一年 都24岁了 对 属鸡的 属鸡的 对 哎呀 今天是本命年 来了没有 来了 叫什么名字呀 许倩文 有请许倩文 长得像谁呢 您看呢 更像他一点 我感觉你更像爸一点 脸是方的 脸腮帮子是方的 比较有棱角一些 你爸很有意思 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你爸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浓缩的都是精华吗 我其实我感觉到 你爸在这种 喜欢开玩笑背后 其实是有一颗 非常乐观的心 对 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 这都是非常激励 我的一件事情 你有介意过 你爸爸的身高吗 因为别人的爸爸 可能都挺 鸽子挺魁梧的 介意倒没有 因为自打我记事以来 确实是就是同学 班里同学 只要是爸爸 就是去接我的话 他会去开家长会是吗 对 会开家长会 然后可能就是觉得 你爸爸怎么能 跟正常人不是很一样 然后这样的情况 就是肯定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我觉得 一个智者和勇者 他心中是不可能 去在意外形的这些东西的 然后所以 而且况且我觉得 我爸爸比正常人 有时候可能 在某些方面更加的更好一些 更坚决一些 对对对对 更有男人魅力一些 嗯 老许 我今天早上我还跟我的一个朋友说 我这一生啊 也有悲欢 也有我特别乐趣的一些地方 悲欢那一点 老天给我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身材 乐观一点 我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 你现在已经该有的都有了 你还有能有什么幸福心愿呢 当然这个心愿是在我心目中埋藏了好长时间 是吧 那接下来咱们把它说出来 小心啊 好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能成功的在我家拜一次书法展览 好 谢谢 来 请回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 书法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精神支柱 嗯 需要一个这样方案 对对对对 那好办 来 他们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六人游定制旅行呢 是做定制的 我们也愿意去帮助您的这个展览事业 助一分力 也希望您的这种书法作品 然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也希望我们能帮得上忙 谢谢 许先生 我发现呢 这个伟大的男人啊 不一定是有伟岸的身躯 其实在你身上体验特别明显啊 所以说呢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愿意提供这样的场地 来摆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呢 不单能逾越我们的患者 当然了 有些人呢 可能还会出 还会购买你的你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商机 对于你来讲 谢谢 我们都说 书法作品是自如其人 这个人不是这个人长的样子 是这个人内在的风格 我们也给你有惊喜 具体是什么惊喜 我们来看一看 来 是什么惊喜呢 请开门 好 来 三位 您 您好 书人好 第二个好 来 给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河南郑州 银松木业的总经理 我叫邢松林 我愿意就是 来满足徐老师这个幸福心愿 为徐老师提供一个 免费的写字的场合 另外为他再提供一个 1000平米的展厅 供徐老师做书画展来使用 好 希望你这次书画展能够成功 同时让更多的人 在你书法的背后 能够领略你 谢谢四位 再见 再见 谢谢